歡迎收看今天的新唐人財經新聞 我是沈偉彤 就開始帶您關心國際金融市場 美國四月的CPI跌破百分之五 而同膨放緩 科技股出現反彈 美股四大指數只有道琼指數是收黑 不過在臺股部分 全職王臺積電跌破五百元大關 拖累加權指數表現 中場加權指數是收在一萬五千五百一十四點六四點 下跌一百二十七點一二點 三大法人賣超八十一點三四億元 產業話題 金融代工龍頭臺積電十一號召開 二零二三技術論壇臺灣場次 而多家科技道場 產業分析師以及媒體都道場 臺積電總裁為這家 今年是大談工藝鏈合作夥伴的信任關係 直指競爭對手三星和英特爾都無法給 為這家幽默開場 台積電技術論壇 臺灣場次新竹召開 上下有業者齊去一堂 但有別遺忘 總裁為這家這回談的不一樣 面對競爭對手大力投資先進支成 南韓三星含花五年之內追趕台積電 英特爾擴大晶圓代工業務 為這家強調信任是關鍵 另外兩家competitor 一個在South Korea 一個是在California 他們號稱的 他們都有自己的產品 他們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他沒有你的生意 他還可以活得很質問 台積電不行 這個我可以跟各位很驕傲地講 你就在台積電可以發現到這樣子的信任 因為我們不跟各位競爭 我們讓各位先成功 然後台積電才跟著能夠發展 為這家至此時多次談到跟供應鏈緊密合作 未來台積電的營運重心顯然著重在AI 以及車用領域 AI為我們敞開了通往無限的可能 技術商機的大門 創新正帶領我們進入到一個大眾化的計算 大眾化AI的時代 AI帶動新商機 傳出台積電接貨回答蘋果訂單 三大米產能利用率快速滿載 四月台積電營收一千四百七十九億元 月增百分之一點七 終止連續兩個月下滑走勢 後續營運走向各界關注 新打電視從後門林秋霞 審慧同台灣新竹報導 好 再來看到Google開發者大會正式亮相 傳聞已久的第一款折疊手機 展開後為七點六寸的大螢幕 而Google也發表新一代的AI語言模型 跟競爭對手微軟的AI大戰正在如火如荼進行 打開手機一秒變平板 Google第一款折疊手機在今年的開發者大會正式亮相 展開之後擁有七點六寸螢幕 查看翻譯更方便 一邊螢幕輸入文字 另一頭顯示翻譯 但這款機型不會在台灣推出 登台的是另一款中階輕旗艦機 新增了無線充電與人臉辨識等新功能 Pixel 7a 擁有我們的 FLAGSHIP Google Tensor G2 配合8GB RAM 保證Pixel 7a 擁有最優秀的效果 最優秀的效果和智慧 你會喜歡的鏡頭 與我們A系列的手機最大的更新 包括72%的主機器 而Google的野心不僅如此 大會上發表新一代AI語言模型 有望強化嘗試推理與數學等領域 而新一代搜尋引擎也導入AI應用 率先在美國推出 除了傳統搜尋頁面之外 還會跳出AI深層回應的視窗 你會看到新增加的搜尋頁面 所以你能夠更多的搜尋 有一個AI的鏡頭 很快地給你一個問題 如果你想深入地 有些鏡頭的鏡頭 你也可以按進去延伸 你會看到資訊的資訊 你會看到更多的細節 Google坦言這款應用仍在非常早期階段 未來會持續調整 而Google與競爭對手微軟 在人工智慧的大戰正如火如荼進行中 新唐人亞太電視 高正倫 趙婷玉整理報導 好 現在日本軟體銀行也加入了AI競賽 軟銀表示看好AI人工智慧是未來新興趨勢 已經成立新事業體 選了1000位工程師來研發OpenAI ChatGPT的自家日語版本 不過並沒有說明具體目標以及實際進度 再來關心電子代工大廠鴻海今天下午舉行法術會 第一季的情況是不勝理想 尤其近期鴻海跟電動車車商合作夥伴傳出有糾紛 進軍電動車市場顯然遇到不少雜音 而董事長劉安偉除了大談景氣看法 也對法人關注焦點一一說明 能見度還是不高 所以我們維持保守的展望 對於消費智能產品 目前仍維持全年略為衰退的看法 代工大廠鴻海手機財報不勝理想 稅後存益128.25億元 即減68% 年減56% EPS 0.93元 主因認電業外損失200億 轉投資的夏普 第四季大幅虧損下也拖累財報表現 鴻海依持股比例必須認列約173億台幣的業外投資損失 如果有必要 我們會要求調整管理團隊來改善夏普的營運 進軍EV傳出雜音 鴻海日前與美國電動車商 Lordstown發生投資糾紛 另一電動車新創業者Fisker也大幅虧損 交付鴻海代工訂單恐怕延後到2025年 三月份鴻海董事長劉陽偉富美搶單 傳出與福斯通用等大型傳統車商洽談代工合作 但坦言遭遇不少阻力 傳統車廠過去都是自己生產燃油的汽車 在商業模式要轉換到委託代工的過程中 車廠內部是有相當大的阻力的 我也覺得可能在一年內就會發生 我們會盡力地去approach 我們的傳統車廠的客戶 鴻海衝刺2025年全球EV市佔5%目標 未來就是關鍵期 此外鴻海觀察庫存調整事況 PC將在第二季抵高於段落 伺服器介於第二第三季 神城市AI應用也渴望帶來新雙機 至於鴻海日前赤資11.1億加碼印度購地 鴻海預估隨著供應鏈區域完整 印度製造競爭力將逐漸顯現出來 新唐人亞太電視林玉堂 沈為彤 台灣台北報導 美國第一季半導體進口額 年增率13%到154億美元 顯示在達到晶片自己自組前 還有一段長路要走 另外美中貿易戰後 在美國進口晶片市場中 中國製晶片佔比在過去四年來 尾縮了三分之一 而台灣製晶片佔比則增加一倍 微軟執行長納德拉10號通告員工 今年全職人員薪資將不會調升 高階主管的績效紅利也會比去年明顯減少 主要是因為經濟情勢 以及公司致力在人工智慧領域投資 Panasonic週三表示 特斯拉新款4680電池開始量產的時間 將延後到明年的4月到9月之間 迪士尼公布了截至到4月1號的 2023台年第二季財報資料 媒體和娛樂分發營收為140.4億美元 業務營業利潤為11.19億美元 同比下降了42% 其中包括Disney Plus 媒體服務在內虧損了6.59億美元 新唐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靠今天的產業動態 代工大廠廣廣達公布第一季稅後禁利 64.73億元 年減4.15% 而每股盈於1.68元 較去年同期有所衰退 工業電腦大廠化漢第一季的營收和獲利 創下史上同期新高 凸顯多角化經營模式的成果 而機體模組大廠微剛科技指出 近期低潤現貨報價是落地持穩 第三季開始多數客戶回補庫存需求 另外長榮航空再次通過知名的航空服務調查機構 稽查獲得五星級的航空公司認證 再來關心泰山企業近期多次違反重大訊息申報規定 今天臺灣證交所出手重罰三百萬元違約金 是上市公司單次罰款新高 而累計今年泰山公司已經遭到證交所開罰七百五十萬元 並限期今天晚間九點前補證資料 如果還未補證將加重違約金的金額 或者股票交易改為全額交割 國內星光金控6月9號股東會 預料將全面改選董事 而市場派和公司派近期也展開委託出徵求大戰 爭奪經營權 今晚會主委黃天目今天首度表態指出 將觀察是否影響市場穩定以及秩序 如果有疑慮將採取必要措施 他也強調大股東要避免過度觸及經濟分離 這是監理上的底線 好 市衛身份證因為資安疑慮而喊咖 而傳出相關廠商向政府求償超過十億元 而對此 市衛部長唐鳳上午在立法院表示 未來會由獨立的個資專責機關來監督後端資料運用 未來市衛身份證是否續推由個資機關來決定 居期財產會議登場對中共經濟脅迫表達擔憂 考慮聯合抵制中共 下節新聞我們帶您了解 歡迎回到新唐人財經新聞 帶靠今天的國際重要財經報紙訊息 首先帶您看到蒲博社報導 葉倫表示債務違約將損害美國國際領導地位 金融時報報導 黑石集團跟美國區域性銀行商談貸款合作夥伴關係 瑞亞華爾街日報報導 拜登跟共和黨人討論債務上限問題 日本產經新聞 富士軟片宣布 將以七億美元收購美國化學品製造商CMC 好 下個星期 居期峰會即將在日本廣道登場 而美國彭博社報導 七國集團準備在峰會上共同宣布打擊中共的經濟脅迫 而在今天登場的G7財長會議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表示 國際上已經有中共對其他國家使用經濟脅迫的案例 包括澳洲 立陶宛等國都是受害者 而許多G7的成員國都對中共的經濟脅迫手段感到擔憂 並且在找尋一些方式來共同抵制這種行徑 意大利在2019年加入中共一帶一路的倡議 是其大工業國集團中唯一參加國家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 意大利計畫可能退出一帶一路 跟中國大陸進行協商 而根據意大利官方數據指出 2022年意大利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是高達411億歐元 約1.4兆新台幣 比起2019年的187億逆差是膨脹了1.2倍 好 俄羅斯遭到西方金融制裁 轉向向中國大陸 中共當局強化貿易關係 而有智庫學者分析 俄羅斯經濟從去美化正在轉變為人民幣化 我們請教動化大學新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陳送信教授 請教您的觀察 俄羅斯採用人民幣來結算 會對俄羅斯的經濟帶來什麼影響 其實我想這一次美國為首的這些北約國家 那麼因為俄國侵略烏克蘭 對它實施經濟跟金融的制裁 其中當然一項就是說 對於一些俄羅斯的銀行 在利用國際的結算 美元結算的部分 用輸入的部分把它做一個切割 另外對俄羅斯央行在海外的資產 做一個凍結等等的 基本上這個是希望是說讓俄國的經濟能夠衰退 然後讓它持續的戰爭的這種經濟實力 能夠受到限制 不過從實施經濟制裁到目前為止看的話 除了初期比較明顯的是受到限制 那後期可能因為是許多的原因 整個俄羅斯的經濟表現都比一般外界的疫情來得好 那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說 他們本來就有疫情 如果說被經濟制裁的時候 那麼是不是有其他的這種在貿易結算上的顯像 當然其中一個就是利用人民幣的結算機制 那當然這個中國本身又是屬於這種需要 大量進口人員跟糧食的國家 所以兩個國家在這方面 在相互有益的情況之下 所以就很容易達成是說 利用人民幣來作為俄羅斯對外貿易的一種貨幣 那因為是說還有其他的這些國家 其實可能跟美國這些 還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在 所以這些國家剛好結合起來 那中國其實本來就長久以來 希望發展人民幣作為前求性的儲備貨幣 所以整個來講 那麼因為跟俄羅斯之間的貿易行為 使得整個人民幣在全球的結算 貿易結算裡面的這個比重 相當程度的有一個成長 而對俄羅斯來講 這個是等於是說 彌補了原來可能對外 在這種貿易上面的一個缺口 讓他可以利用人民幣的結算 跟其他他能夠往來的國家繼續做往來 那其他的部分當然可以透過 這些比較關係比較友好的國家 在從事這些的貿易行為 包括利用土耳其 利用東歐的一些國家 利用香港等等都有 所以整個來講等於是說 整個這個北約國家 對俄羅斯的制裁 它的有效性遠遠不如意期 所以現在才會發生是說 歐盟打算把那些這個 我們講是說違反規定 在從中協助的這些的企業 也要做一個制裁 主要就是圍堵 這個經濟制裁的漏洞 那現實來講 這個部分對俄國經濟 目前看它的經濟成長 那麼基本上還是維持 比較好的一個狀況 那它的這個失業率其實也很低 因為大部分人被徵兵了 要不然就逃走了 所以這個數字才看不出來 還有一個就是說 因為極限國家的數字 都是可以做操作的 所以在匯利跟股市上面 也不能夠反映它真實 不過至少在表面上的數據 看起來的話 還是相當的不錯的 是 教授王 這個俄羅斯採用人民幣結算 你研判可能是會弱化 那個西方制裁的力道 不過因為最終呢 還是要用美元來交易 其他國家的商品 所以人民幣也有人認為說 是所謂的類美元的概念 這個對俄國來說 是不是最終就能夠 規避這個制裁 還是有什麼其他變數 其實這個兩個方面來講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人民幣的匯率 基本上是盯著美元的 只是說它有在管理 有一定區間的浮動 所以基本上跟美元 其實關係是蠻密切 這一點確實是事實 但是如果說都沒有影響 也不會都沒有影響 因為其實整個進出口上面 有些經濟制裁裡面的商品 比如說晶片等等 這個制裁還是有它一定的效果在 所以我們從現實的角度來講 第一點當然就是說 人民幣是不是跟美元有點相等 是有 第二個當然就是說 人民幣要期待美元 其實它的目前來講 困難度是比較高的 因為全球主要的貿易貨幣來講 還是這個美元 所以最後你還是要在一個地方來做 那麼至於說在第三地點部分 它基本上去做一個轉換 那除了這個之外 它還有一個缺口 就是說俄羅斯 它也喜歡使用這個 Cryptocurrency 就是虛擬的貨幣 那這些的等等的安排 主要就是說 這樣子的經濟制裁 它的效果沒有預期的好 但是無疑的對俄國的經濟是一個拖累 所以我們其實現實的來看 俄國現在變成有一個特殊的情況 就是說它的進出口跟它的商品 必須高度依賴中國 那麼這種情況的話 就是屬於是說 對一個屬於這種民族主義 非常強烈的俄羅斯民族來講的話 可能國內是會有不同的聲音 那最近也看到這個俄羅斯境內的這種 反對的這種聲音 也陸陸續續出來 而且在這個俄羅斯戰爭裡面的話 這個長久在特定的這個 我們講的戰線上面停滯不前 那麼這個都表達是說 原來俄羅斯所設定的戰列目標 沒有辦法達成 那目前它為了要加強徵兵 就在演講說 這個是我們受到紀念 是個真的戰爭 呼籲大家要重新來這個 抵抑外面的勢力 我覺得這個可能比較難 因為在俄國目前的緩戰 的情緒 特別是由年輕人出國 逃出國的這種數字來看的話 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大家的反戰的情緒 已經開始明顯出來 主要是戰爭拖待久 這個等於是說是俄羅斯的越戰 那麼深陷在泥澜裡面 很難抽身 我們謝謝陳教授 再看到過去美國的監管機構 是一直無法對中國和香港的審計機構 進行審查和調查 直到去年美中兩國簽署審計監管合作協議 允許美國的監管機構 對中國和香港的審計機構 進行檢查和調查 10號美國上市公司 會計監督管理委員會 公布調查以來的第一份報告 指出中國的審計公司 存在重大缺陷 去年美國上市公司 會計監督管理委員會 對安侯建業和製程等 會計師事務所 在香港和中國的分支機構 進行調查及審查 並在10號公布調查結果 華爾街日報報導 檢查報告顯示 安侯建業出現審計缺陷的比率 是百分之百 也就是說 被檢查的四份審計底稿 都有缺陷 追求的審計缺陷率為75% 也就是四份審計底稿中 有三份存在問題 不過美國上市公司 會計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席魏廉斯 並未詳細說明 這兩家公司的具體問題 根據法規 這兩家審計公司 有一年的時間 來修正錯誤 如果沒有按照要求做出更正 委員會會將問題公諸於眾 新唐人亞太電視 林玉堂 張錫玲綜合報導 好 再來看到 中國國家統計局 週四公布數據顯示 四月份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年增百分之零點一 是兩年來要最小增幅 而生產者物價指數 則是年減百分之三點六 顯示中國內需疲弱 以及大宗商品成本下跌的影響 好市多進口莓果 近日被驗出帶有A肝病毒 也讓烘焙業者受到衝擊 下節新聞我們帶您了解 歡迎回來 帶您關心 日前好市多美果驗出A肝病毒 近期也相繼提交檢驗報告 和公告賠償資訊 而風波延燒也衝擊到烘焙業 高炳工會理事長就表示 烘焙高炳業者採用的美果 並非來自好市多 讓消費者放心 台灣草莓 插起草莓金凍放進嘴巴 連連點頭稱讚好吃 好市多美果風波持續延燒 衛福部長薛瑞源 親自試吃甜點店的草莓蛋糕 破除民眾食安疑慮 我們也不要說 因為這一次這個美果的事件 然後影響到這個高炳工會議 美果其實佔得非常少 佔不到5% 那根據我們目前幾天的調查 我們的業者都反映說還可以 並沒有受到很大的影響 高炳工會理事長周子良說 烘焙業者選用美果 幾乎來自代理商和貿易商 經過食藥署把關請民眾放心 而好市多冷凍美果 驗出A肝病毒 也在週四公告了賠償方案 購買受影響商品消費者 可以全額退費 再提供購買商品等價的慰問金 同時食用美果後 出現疑似A肝症狀 可以補助500元的 新台幣檢測費用 如若確診A肝 會負責相關的醫療費用 不過對於公告結果 蕭基會認為賠償金額太少 有感染A肝的風險性 所以我們覺得它的影響 對於消費者的心理上 跟精神上的影響成分 應該更大一點 我們也建議 應該是在3000塊以上 那看這一次的一個方案 也不過是幾百塊 它已經交出來收到了 那目前我們食藥署 正在看它的內容 食藥署已經收到好市多的檢討報告 不過署長吳秀梅表示 報告人不完整 會在要求業者兩週內補件 新唐人亞太電視 胡宗翰 曾馨敏 台灣台北報導 好 但你看明天 5月12號星期五 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首先英國馬來西亞 第一季的GDP公布 另外美國5月的密大消費者 信心指數數據發布 MSCI名程發布半年度的 指數權重調整 以及華碩舉行法術會 以上是5月11號的新唐人 財經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沈維銅 再會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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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